邁入第46届的广播金钟奖 昨天下午揭晓了入围名单 教育广播电台今年入围最多项了 总计有20个奖项 另外典礼还请来了各家DJ上台公布名单 有人是直接在台上模仿起现在爆红的人物 hold住姐 全场笑声不断 一个move 一个move 要来帮大家公布 一个move准备公布名单 但这里可不是综艺节目 而是广播金钟奖的入围典礼 哇 我是一大声夜猫DJ Dennis 哇 我是活力DJ 阿关 阿关 你不要学Dennis 只有陈汉典可以学Dennis 我刚刚是用陈汉典的口气学你 哇 不是 布置有hold住姐 连知名DJ Dennis也成了模仿对象 第46届广播金钟奖入围名单公布 DJ们使出浑身解数 公布名单之外还要兼表演 入围典礼好像模仿秀 其中最大奖专业频道奖 由流行乐电台分描守护城市心灵制工与电台 还有怀旧金曲专业频道等入围 流行乐节目奖则有 WhatsApp Music 全民音乐教室音乐多一点等入围 而教育广播电台 今年总计入围20项 使最大赢家 今天的广播金钟奖将在10月14号 于国父纪念馆举行 总共有134件入围作品 创下历年新高 角逐28个奖项 将由唐重生和曾宝宜担任主持人 想必到时又会有一场激烈竞争 追讯高清风张浩凡几万如台北参加 报道